台北市長蔣萬安、教育局長湯志明與日新國小小朋友排排座 用AI小幫手進行問答 蔣萬安的妙問引來師生們哄堂大笑 老師,我的問題是 每天學校功課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多? 如果AI小幫手回答 學生們,我明白你們壓力很大 每天有許多功課需要完成 但你們要知道,功課是幫助你們鞏覆課堂所學的重要方式 不過,我們也要關注學生的身心健康 適量的休息和娛樂時間也是必不可少的 蔣萬安表示,AI導入教育是六都首創 教育局今年運用AI技術,讓庫克雲有突破性的進步 台北市將持續培養學生正確的資訊觀念與素養 利用科技推動教育 今天是一個歷史性的一刻 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驕傲、感動的時刻 因為我們台北市正式讓AI導入了教育 我們酷AI系統正式上線 我想大家看到剛剛陳孝文的介紹 我覺得非常令人驚豔 陳孝文剛說今年是AI教育元年 我想AI人工智慧大家透過媒體 透過新聞的報導都看到了這就是未來的趨勢 人工智慧在各個領域都積極地在做各項的運用 我們希望讓AI人工智慧能夠導入到教育 能夠讓孩子們在學習上更有效率 更快樂地學習 而且更聰明地學習 我想這個是我們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今天非常感動我們酷AI系統 能夠帶給學生、老師更好的學習以及教學品質 剛剛看到我們對學生來講 不只是可以有英語、口語、辨識 還有評量的功能 另外還有學生如果碰到任何問題 只要透過這樣子像對話一樣的方式 他都可以即刻地一步一步教導 他不是馬上給你答案 我剛剛看到他題目是說 900要加減多少會是23的倍數 他沒有馬上給你答案 而是說那你要先了解23的倍數有哪些 循序漸進的教學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這就是AI人工智慧它強大的地方 對於老師在教學上面 批改英文作文是很困難的 這一件事情 那現在我們可以透過AI輔助 批改來協助老師更有效率 而且更精準地協助孩子 在中英文作文上面的學習 總統這些我相信對於台北市來講 未來孩子們學習 以及甚至從小學 國中 高中 甚至未來大學入社會 都會提高大家的競爭力 前一陣子我看到 NVIDIA 黃仁勳創辦人 他再次來到台灣 他在鴻海科技日上 正式宣布跟鴻海有合作 他們要打造一座AI工廠 而且應用在未來包括智慧電動車 以及他認為未來可以應用在智慧城市場 使用AI人工智慧建構有效預測模型 每堂課可收集最多 105個學生有效的學習一次 並使用8種演算法 建立學習演算模型 顧AI系統提供3加2項AI功能 包含三項幫助學生學習的 AI學習小幫手 AI口說練習 AI學習加油站 以及兩項有關教師教學的 AI輔助出題 以及AI輔助作文批閱等功能 引導學生運用解決學習問題 同時讓教師教學更加快捷有效 不管是在學校學習 甚至是在家裡自學 我相信都是一個很棒很棒的 一個學習平台 因為他們可以隨著自己 不同的一個學習的一個步驟 然後配合自己的程度 然後去搭配AI他們所提供的一些題目 慢慢的有減入繁 可以慢慢的去達到每一個學習目標 我相信他們的學習就會比較紮實一點 我想我們一開始的步題是蠻重要的 就是你要很熟悉小朋友 他們每一個學習的具體目標 然後根據那個具體目標來做選題 這樣子的話才能夠有效的 去瞭解學生目前的一個學習狀態 然後再提供一些適當的一個教學補助 如果有些不懂的地方可以用AI 它會告訴你一些別的東西 或者是我們可以用AI問一些不同的問題 它會給你不同的答案 或者是它也不會直接給你答案 它會帶你去用你之前學過的東西去深入了解這一題 因為我相信現在小朋友3C的操作能力都還蠻強的 所以呢他們在輸入的時候就減省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同時呢老師就可以不用那麼大費唇舌 一直在台上這樣子講解 透過這個他們跟IC這個3C媒體的互動 其實他們會學得更有樂趣 酷AI系統正式上線 全市師生都可以使用 為了讓學校師生更熟悉這套系統功能 教育局找來17所示範總子學校 透過示範學校的教學使用經驗 帶動全市師生都能將酷AI 作為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力氣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謝謝 謝謝師文 謝謝 感谢观看